我在po站偷偷的写笑草和笑爸的爱情故事 后来我的文贝老师全校点名批评 笑草似笑非笑 听说你觉得我是牛奶味的 笑爸更是直接把我摁在墙上 咬牙切齿 你要不要亲自试试 我到底喜欢女人还是男人 我火了 只因为晚自习的时候 我偷偷拿着手机在po站写文 被教导主任抓了正正 教导主任气得大吼 图悠悠 你就那么喜欢写诗吧 行 那我就让全校来听听你的高作 他杀气腾腾的拿着我的手机来到广播站 准备对着全校朗读我的小说 我一路哭着大喊 主任不要啊 你会后悔的 主任冷笑一声并不理会 可事实证明 后来他真的后悔了 特别是当他念叨 当周子墨的信息素不断释放的时候 故已亲终于按捺不住 将他狠狠 紧接着 整个广播室里都是静悄悄的 我甚至觉得 全校都变得静悄悄 教导主任看着我 颤抖的嘴皮子里都是震惊和愤怒 他瞪了我许久 最后只是憋出一句 信息素是什么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 最后还是旁边的广播站长 秦雪浩问的百度了一下 一百一眼回答 朱老师 信息素广义上是生物分泌的一种外激素 但在图悠悠这种ABO文章里 似乎指Omega在发行期后 释放的 够了 老朱忍无可忍地打断 颤抖地指着我的鼻子 图悠悠 把你家长叫过来 说着他怒气冲冲走出广播室 可走到门口 他才猛地反应过来什么 转头看我 等等 图悠悠 你写的周子墨和顾以钦 好像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老朱说 对了 周子墨和顾以钦 的确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这周子墨 是我们学校的校草 长得好像言情小说里的男主角 成绩还是年纪第一 白衬衫一穿 能让你脑补十万言情小说 而顾以钦 则是我们学校的校霸 上学第一天 砸了学校大门 一战成名 更难得的是一张脸 也长得让小女生的魂牵梦影 所以当我在构思小说的时候 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 就是他们俩 叛逆教罢 温柔教草 多代感的设定 于是我下笔如有神 为了省事 干脆名字都懒得改 直接放上去了 毕竟 我做梦都想不到 我这文章会被身边的人看见 可我没想到 现在全校人 甚至我亲亲妈都看到了 第二天 我顶着被我妈胖揍过的屁股 来到学校 就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指指点点 这就是那个 在po站写周子墨和顾以钦的女生 看不出啊 看着乖乖的 私底下鞋那么忙 你别说 那文写的还挺带劲 我昨天看了通宵 一直挠不他俩 你别说了 我觉得很恶心 更夸张的 还有女生在厕所拦住我 变红耳赤的问我 什么时候能更新 说他想看下文 哦 你觉得我痛得 还有胆子更新吗 我实在是扛不住这样的关注 最后借着大扫除的名义 躲来化学实验室 我们学校化学实验室 每周需要清理 一般是两个班 都派出一到两个人来打扫 因为化学实验室比较脏 所以一般没人愿意来干这个活 我现在却是主动揽下 就是想一个人 在实验室里清静一会儿 可不想我正在那 勤勤恳恳的拖地 就听见门外两个男生的声音 真是麻烦 我们怎么就轮到来 打扫化学实验室了 是隔壁班的直人生来了 我抬起头 就看见一高一矮两道身影走进来 我顿时 其中那个高个子 竟然是周子墨 我当场吓得拖把一丢 本能的就想跑 没想到周子墨身边的 那个矮个子男生 率先看到我 他先是一愣 但随即激动到 子墨 你看 这不是那个在网上 写你和顾以亲小说的女生吗 我 我瞪着那矮个子男生 正想大骂兄弟 我和你有仇吗 不想旁边的周子墨 却是微微醋美 小说 什么小说 这下我愣住了 不是吧 全校闹得那么沸沸扬扬 周子墨这个当事人 竟然还不知道 旁边的矮个子男生 却是已经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就是写你和顾以亲谈恋爱的小说呀 尺度可大了 来 我给你读读啊 说着 他轻轻嗓子 竟然还真的自证强远的朗读起来 周子墨微微俯下身 身上牛奶味的信息素 瞬间弥漫进空气 顾以亲吻到这味道不有效了 手指拂过他的脖子 引人站立 不得不说 这矮个儿的朗读能力 可比教导主任强多了 生情并茂 一扬顿挫 我羞愤得 恨不得把脑袋埋进硫酸里 痛得 这世界上 还有比当着当事人的面念 他的颜色小说更羞耻的是吗 够了 我实在忍无可忍地打断了矮个儿 然后快步走到周子墨面前 低着头根本不敢看他 抱歉啊 但这就是一个文学创作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你放心 我找到机会就把门删了 说完后我就赶紧想跑 可不想一转身 我就被周子墨抓住了胳膊 我惊慌地抬起头 就看见周子墨俯下身靠近我 我顿时吓得捂住头 别 别打我 回应我的是头顶的一声轻笑 我抬起头 就看见周子墨好笑地看着我 谁说我要打你了 这下话我愣住了 那你抓着我干吗 周子墨又笑了 下一秒 他俯身更低地靠近我 轻声道 你不是说我是牛奶味的吗 所以我就是想让你闻闻 我到底是什么味道 死记 原本热热闹闹的教室 此时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记 所有人都震惊地瞪着顾以亲 包括我 而这一边的顾以亲 却是不满意我的沉默 不耐烦地催促道 图呦呦 你写以我为原型的小说也就算了 凭什么 我跟周子墨那家伙 是我在下面 你赶紧给我说清楚 我虎去一阵 这才终于回过神来 看着顾以亲那张好看的脸 脱口了出道 你把我的小说看完了 我写的这本小说比较特殊 它表面上看上去 就是一个普通的ABO文设定 顾以亲是霸道小草 看起来似乎应该是Alpha 而周子墨温文卢雅 应该是Omega 可没想到 到小说中后段的时候 我直接来了一个大反转 随着两位男主的分化 大家震惊地发现 周子墨这个 才是真正的Alpha 是一个白切黑 而顾以亲虽然表面霸道 但内心其实是个纯情小白兔 是个Omega 我当时真的是爱惨了这个反转 更加觉得顾以亲这种表面霸道 其实被爆炒的剧情 非常的带感 但问题是 这个反转的剧情 是在已经比较后面的部分 反正教导主人那天在广播站里 是肯定没有念到这个剧情的 可是顾以亲怎么会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顾以亲 几乎是把我连载的小说都给看完了 这让我大为震撼 我之前还奇怪 周子墨是因为是学霸 平时不太关注学校里的八卦 所以才刚知道我写小说的这件事 可顾以亲怎么过了那么久 都还没有来找我的麻烦 原来搞了老半天 他是好不容易看完了我所有的小说 这才过来找我算账的 因为过于震惊 我一时之间忘了说话 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顾以亲 而这边顾以亲 却是已经不耐烦了 他手里抓着从我这边抢走的书 一边拍着桌子 一边大喊道 是 我是把你的小说看完了怎么了 所以你给我说明白 到底为什么我会变成Omega 怎么看我这么公 也应该是一个大爱好不好 这日周子墨那家伙平平无奇 就应该是一个beta 被我爆炒了愤 你到底会不会写小说 我整个人 不是 兄弟 我怎么感觉你特别了解ABO的样子 因为过于震惊 我现在反而冷静下来了 我好生好气道 我这不都是为了剧情制造一点反转吗 反转你个大头鬼的反转 顾以亲是更愤怒 我不管 你赶紧把这个小说重新更新 改成我 是Alpha 我在上面 我 不是 什么玩意儿 搞了老半天 顾以亲这家伙大张旗鼓的来教室里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改小说 这边顾以亲见我不说话 不用生气的催促道 你说话啊 我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开口道 那个顾同学 不是我不想改 只是你也知道 现在我爸妈跟老师知道这个小说的链接了 如果让他们看到我还在继续写 他们肯定会打死我的 我苦口婆心的跟顾以亲说着我的难处 可是这个小疤却是完全不理会 只是不管不顾的开口道 我才不管你有什么苦处 我让你现在马上就修改 说着 顾以亲竟然还直接拿出了手机 对着我的脸 就让我现在当场登录 开始修改 我真被他弄得苦不堪言 不知如何是好 没想到这个时候 你再干什么 一声怒吼响起 我抬起头才看见 教导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们教室门口 十分钟后 我跟顾以亲一起站在了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里 我简直就想要垂胸顿足 说真的 以前的我虽然说不上是好学生 但也算得上是安分手起 可现在倒好 三天两头的到教导主任这报道 只见教导主任瞪着我开口道 头悠悠 我前两天才把你家长叫过来 你怎么又惹事了 我无比委屈 还来不及开口 没想到旁边的顾以亲倒是先开口了 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找他的 教导主任皱了皱眉 你找他干什么 找他算账 他用你的名字写小说的事情吗 不是算账 只听见顾以亲激动开口道 我只是想要麻烦他把文章改一改 我不想做下面那个 我不是 兄弟 你讲一起可以 但你不用把事情讲得那么详细啊 果不其然 教导主任气的鼻孔都在颤抖 顾以亲 突兀悠悠 你们两个都给我去写检讨书 不写完不许回家 我 不是啊 这关我什么事啊 喂 哪怕我心里面千万个不情愿 但面对愤怒的教导主任 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跟顾以亲两个人 老老实实找了一个空教室 一起写检讨书 不过幸好 我既然是写小说的 本身文笔自然是很好的 平时写作文 就是行于流水 而这检讨书 虽然是我第一次写 但也不妨碍我写得又快又好 生情并茂 十分感人 看得我自己都快要被感动得掉眼泪了 而另外一边的顾以亲 却是没那么顺利了 只见他抓耳挠腮 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 在我洋洋洒洒地写完了八百字检讨书之后 抬起头才发现 他在白纸上面只憋出来一句话 这次的检讨书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难事 可没想到 顾以亲却是瞪大了 他那双好看的眼睛看着我 咆哮 你有空给我写检讨书 还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 把这小说改一改 我 他到底是有多执着 我转过头 假装没听见顾以亲的话 打算直接拿着写完的检讨书 去找教导主任 可没想到我这离开 却是让顾以亲更着急了 哎 等等 你别走 他大喊一声 一把拉住我 而我被他拉了一个亮枪 整个人就跌坐到了座位上 另外一边的顾以亲 也没有想到 我会突然倒下去 手上的力量 顺时失去了重心 整个人朝着我倒过来 啊 我惊慌地叫一声 眼看顾以亲 整个人就要压到我身上 幸好顾以亲 这个小霸成绩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运动神经 真的是一等一的好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他用手撑住了旁边的桌子 生生地止住了身体的去世 没有整个人压到我身上 但哪怕如此 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还是变得很近 我坐在椅子上 而顾以亲的一只 手单手支撑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整个人几乎都贴上我的脸 我甚至都能感觉到 他那笔女孩子 还长得睫毛 好像划过了我的脸 酥酥痒痒痒的 我也能够清晰地看见 他默黑的毛子里 我的倒影 我整个人一动不敢动 因为我稍微一动 可能要不小心碰到他的脸了 而顾以亲整个人也是傻眼了 就维持着这么僵硬 却又艰难的高难度姿势 直勾勾地看着我 空气一下子有些沉默 紧接着下一秒 我听见一声不悦的轻壳 从门口响起 轻壳声打破了沉默 也让顾以亲整个人如梦初醒 他这才猛地直起身来 脚步都差点一个亮枪 没站稳摔倒 而我也赶紧站起来 与此同时我敏锐地注意到 顾以亲的整个耳根都红了 我也有些不好意思 抬起头就看见了 站在后门的人 竟然是周子墨 好家伙 我小说的两个男主角 竟然都到场了 只见周子墨站在教室的后门 脸色比平时看起来 还要清冷了几分 只听见他淡淡开口道 朱老师让我来问你们两个 检讨书写好没有 我这才回过神 彻底顾不上顾以亲 拿着我的检讨书 就去找教导主任了 而周子墨深深地看了一眼顾以亲 就跟着我一起 朝着教导主任的办公室走过去 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跟周子墨之间气氛挺沉默的 毕竟我刚刚以人家为原型 写了这个羞耻的小说 说实话我心里也怪尴尬的 而且比起顾以亲 这种什么情绪都表达在脸上的 周子墨这种看上去不言不语的 让我心里面更加没有底 所以我大气也不敢喘 只是跟他静悄悄地走在一起 但没想到到楼梯口的时候 周子墨先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知道你有一个地方写错了吗 我一下子愣住 抬头看向周子墨 此时的他已经走在了我上面的楼梯 他本来就比我高 又站在比我高的地方 低头看向我的时候 阳光落在他身后 碎发落下 让我有些看不清他的神色 我一下子有些没反应过来 什么写错了 你的小说 周子墨淡淡开口道 有一个关于我的地方写错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 不仅是顾以亲 竟然周子墨也开始跟我聊这小说的内容了 我勉强忍住震惊 同时又忍不住好奇心地问 我哪里写错了 他总不会要告诉我 他不是上面那个吧 那可就太精彩了 我脑子里面正胡思万想 就听见周子墨开口道 我的痣不是长在胳膊外面 而是长在胳膊的那边 我整个人愣了好几秒 才终于反应过来 是 我想起来了 我在小说的周子墨里有一个设定 就是 他的胳膊肘上有颗痣 我还写到顾以亲 每次到情动时 都特别的喜欢去亲吻那颗痣 我之所以会有这个设定 是之前看周子墨打篮球的时候 无意间从他短袖的袖口里 披件在冷白的胳膊上 好像长了一颗痣 这才来了灵感 但那就真的是一批 我也没有看清楚 他这颗痣到底是长在手臂的外面 还是里面 可没想到 周子墨竟然来纠正我了 等等 更关键的是 我觉得这章节也是相当后面吧 好家伙 难道周子墨跟顾以亲一样 也几乎把我现在跟这部小说给看完了 我这个人如遭雷劈震惊在原地 而周子墨却是已经继续开口道 你真的不记得了 我整个人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下意识地回答道 记得什么 眼前的周子墨动了一下 光落在他脸上 我此时终于看清了些许周子墨的神色 是我的错觉吗 我怎么觉得 周子墨的神色中好像带着几分失望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周子墨就已经冷笑一声开口道 我就知道 你果然不记得了 说完之后 他就转头离去 我 这下我是非常确定了 周子墨真的不高兴了 可为什么 我又哪里得罪这位大少爷了 我现在就觉得 这周子墨的心比海底针还要难猜 我无比郁闷地来到了教导主任的办 公事 把我的检讨交给了他 估计是我的检讨实在是写得太好了 教导主任都看得眼眶微红 终于没有再为难我 让我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天 顾以亲跟周子墨两个人都在我面前 疯狂地刷存在感 顾以亲刷存在感的方式比较直接 三天两头的就往我们教室跑 大喊着 图悠悠 你赶紧给我改新你的小说 而另外一边的周子墨则是含蓄很多 他没有来找我 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他会过分巧合地出现在我面前 去食堂排个队 他突然排在我后面 去超市买个东西 他突然在货架上跟我拿一样的东西 哪怕是去做个职日生 都能够恰好地碰到他 统计学上告诉我们 这样过分的巧合就不是巧合了 我严重怀疑周子墨这家伙 是故意出现在我所出现的地方 终于到了学校春游的这一天 按照学校安排 我们全校都要去西山那边爬山 学校将我们将不同班的人打散了 一起坐大巴 我们班的人刚好自己年纪坐满了 就和高三了一起坐车 也就是顾以亲和周子墨他们的年纪 我们班的这一批人是先上去的 我有些晕车 因此早早地就坐在了大巴的第一排 也就是驾驶为最后方的座位 我坐下没多久 抬起头就突然看见顾以亲上车了 他看见我眼睛立刻亮了 我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他一屁股就坐在我旁边坐下了 我立刻想要起身 可是被顾以亲给摁住了 顾以亲满脸不高兴 跟我坐在一起那么不好吗 当然不好 我毫不犹豫地就开口说道 你肯定要烦着我给你改写小说了 此时的我对顾以亲说话 可真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也是经过这阵子的相处 虽然我觉得顾以亲很烦 但我也同时意识到 这位校爸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 他基本属于人不犯 我不犯人 别人不对他动手 他就绝对不会动手 更不要说我还是个女生 他的字典里面 很显然没有打女生这个选项 这才让我对他说话 越来越肆无忌惮起来 顾以亲听见我的话有些无奈 他一把将我重重地 按在座位上开口道 行了 我今天不吵让你写小说 你别跑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顾以亲不高兴道 很显然是觉得我不信任他 我这才松了口气 正准备舒舒服服地 直接坐车到目的地 可没想到 紧接着又有一批人上车了 抬头看到人我顿时又是一阵无语 真是冤家路窄 竟然是周子墨 周子墨上车之后 立刻就看见了 坐在最前排的我跟顾以亲 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 他的朋友也已经走到了他后面 看见他突然驻足 不如问道 子墨 怎么了 周子墨这才回过神来 他没有回答 只是静止地走到了顾以亲的身边 淡淡开口道 麻烦让一下 这是让顾以亲把座位让出来 刹那间 整个车厢都安静下来了 不仅是坐在车上面的人 包括在外面等着上车的人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周子墨跟顾以亲两个人身上 而顾以亲此时的眉头也皱起来了 他抬头看着周子墨 语气不怎么好 你凭什么让我让开 简单的一句话 却是笑霸的气质惊险 旁边的我都瑟瑟发抖 而周子墨却丝毫不在意的样子 只是平静道 因为我要做这个座位 刹那间气氛更加的尴尬 所有的人都平住了呼吸 而与此同时 我感到我的手机在疯狂震动 这震动的实在是太疯狂了 让我忍不住好奇心低头看了一眼 原来是我的半级群 在那边激动地讨论着 卧槽 什么情况 笑霸怎么跟笑草突然杠上了 我没有听错吧 他们两个似乎是在征途悠悠身边的这个座位 这是什么一个修罗场场景 简直太刺激了吧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剧情 周子墨跟故已亲 不是都很生气 图悠悠把他们以原型写什么ABO小说吗 怎么两个人突然 还为图悠悠旁边的座位抢起来了 是我的错觉吗 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根本就是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难道说他两人都喜欢图悠悠 我去 这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两个都喜欢图悠悠 图悠悠悠还写那种小说 这你就不懂了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喜欢图悠悠 图悠悠悠才敢写这种东西 雾草 听君一席话 我恍然大悟 我就说图悠悠怎么胆子那么大 敢拿笑草跟笑霸为原型写那种小说 搞了老半天 这两个人都喜欢他 他才有恃无恐 我看着大家激烈的聊天记录 整个人陷入了无语 不得不说大家这脑补能力 真是有够强的 竟然博力出大戏 要知道我当那里 他们两个为原型 完全就是以为他们一辈子都看不见 哪里是会觉得 他们两个喜欢我 才这样的胆大包天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诸位同学 你们知不知道 没错 把怒火对准了顾以钦 顾以钦 你又坐在图悠悠身边干什么呢 是不是又想骚扰他 给你写什么文章后续 赶紧过来 坐我旁边 别看顾以钦是小霸 但其实对老师还算尊重 他骂了句脏话后 真的把座位让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竟然觉得叫爸顾以钦 似乎对周子墨有几分忌惮 周子墨就一屁股坐在了我身边 气氛一下子安静的有些诡异 车子发动 我一开始整个人神经都紧绷着 想知道周子墨坐在我身边 到底想要搞什么幺蛾子 可没想到周子墨从头到尾 都只是自己玩手机 看都没看我一眼 于是我紧张着紧张着 就有些困了起来 迷迷糊糊之后 我竟然睡着了 睁开眼的时候 我才突然发现 我整个人靠在周子墨的肩膀上 我一个机灵醒了 猛地抬起头 还看见自己在周子墨的肩膀上 流下了口水印子 我忙不迭地一边去擦 一边抱歉道 不好意思 我睡着了 不是故意的 没想到周子墨却是神色旦旦 没关系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愣住 刚想问为什么不是第一次 没想到老师就告诉我们 已经到终点了 我们纷纷下车 这次春游 大家非常忙累 大家都在爬山 不仅如此 这座山其实已经好多年了 站到有些年就失修 大家走在站道上 看着底下的高空 都有一些紧张 我们上山 是按照刚才的搭巴的人一起的 周子墨和顾以钦都在我后面 顾以钦突然加快脚步和我并肩 这时候我和前面的人 拉开了一点距离 四周没人 我正想问顾以钦干嘛 没想到他突然张口就来 图呦呦 我喜欢你 笑霸到底是笑霸 告白都如此突然起来 没有铺垫 我傻眼了 但下意识地就回答 对不起 我是不喜欢顾以钦 他是很好的人 很适合做哥们 但我很清楚我不喜欢他 顾以钦的脸色闪过失落 但他似乎不意外 我就知道他懊恼地抓脑袋 其实看了你的小说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 喜欢的是那家伙 可我想着不告白 我也不甘心 这才试试 我心口一跳 还来不及开口 顾以钦就已经走了 可我还是有些心烦意乱 顾以钦什么意思 难道他发现 我心里有事 脚步一个不稳 瞬间在站道上失去重心 眼看要掉下去 啊 紧摇关头一只手猛地拉住了我 小心 小鹿 我整个人抓住之后稳住身形 抬起头才发现 是周子墨拉住了我 可我却是整个人惊呆了 他 他刚才在喊我什么 可周子墨还没来得及开口 身后的老师立刻过来紧张地问我 狐悠悠 没事吧 我这才回过神摇摇头说没事 可这个人心思依旧是飘忽不定 一直到了山顶的目的地 大家开始忙着吃东 我才一屁股坐到了周子墨面前 开口道 周子墨 你刚才叫我什么 是不是叫我小鹿 不怪我那么吃惊 因为小鹿这个名字是我的小名 可是这个小名 就连我爸爸妈妈都不怎么叫 只有老家的奶奶他们 和老家的那些朋友会那么叫我 可刚才那个危机关头我 绝对没有听错 周子墨也那么叫我了 周子墨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小名 难道说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起了一张清秀的脸 我的心开始扑通狂跳起来 而周子墨抬脱看了我一眼 单单开口道 你总算想起来了 周子墨的态度确定了我的肯定 我脱口道 你是 你是小兔哥哥 天知道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有多激动和紧张 小兔哥哥是我的初恋 确切地说 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喜欢的男生 我小的时候是在奶奶家长大的 那个时候的我很胖 村里面的小孩总是欺负我 但是有一个小哥哥 他一直保护我 照顾我 温柔地带我玩 给我梳头 带我游泳 那时候在老家 老人家都不喜欢喊孩子大名 都是叫小名 而我们那边的传统 喜欢用动物给小孩子气小名 比如大家都喊我小鹿 我记得那位小哥哥的奶奶 总叫他小兔 我也就跟着喊他小兔哥哥 他也喊我的小名小鹿 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我至今都记得自己 对那个小兔哥哥的心动 他是我第一次喜欢的 这么一个温柔美好的男生 可是我没有想到 那个男生难道说是周子墨 周子墨点了点头 肯定我的猜想 我整个人更加不由心砰砰跳 而同时 周子墨已经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我可是第一眼看到你就认出来了 就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完全没有认出我来 竟然还连我的痣的位置都记错 我这才想起来 小兔哥哥胳膊那边有一个痣 我小的时候 总喜欢去玩小兔哥哥手上的那颗痣 怪不得周子墨看到我的小说里面 把痣的位置写错 就很确定我没有认出他 还非常生气的样子 我的脸更加不由红了 而周子墨则是已经温柔地看着我 开口道 你不问问我为什么那么容易认出你吗 我的心跳了一下 忍不住顺着他的话说 你为什么这么快认出我来 周子墨顿时笑了 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 无论是作为小鹿的你 还是屠优优的你 我正正地看着周子墨 整个人更加心砰砰狂跳起来 其实我也是喜欢他的 无论是作为小兔哥哥还是周子墨 小兔哥哥可是我童年第一个喜欢的男生 而周子墨其实我也是暗恋他很久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自己暗恋他的 刚开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高三有个笑草周子墨 长得帅成绩又好 我第一次看见他就记得他了 而后来我开始写小说 想要一个好看的原型的 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周子墨 一开始我真的只是想写 他跟顾以亲的一个笑爸和笑草的爱情故事 可后来为了写这个小说 我不得不多观察他们呀 观察顾以亲之后 我发现这家伙真的是傻呵呵的 像一个二哈 观察周子墨的刹那 我却是越来越感到心动 他看着清冷 可每天早上都会多买一个牛奶 送给路边煎饼他的那个小孩 因为他知道他妈妈钱不够 买不起牛奶 他拒绝很多女生 看着无情 但其实很照顾那些女孩的尊严 别人怎么八卦他也不说 他成绩很好 可从不炫耀 他明明是天赋一饼 稍微看一下书就会考得很好 但在别人问起来的时候 总会谦虚说自己努力的运气好 从不会故意装逼显摆 让别人难受 他的确有点腹黑 但同时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不知不觉的 我喜欢上了他 随着喜欢上他 我的那个小说都写不下去了 当然写不下去 因为我脑子里 已经不是他和故意亲 而是我和他 所以其实没人注意到 那个小说在被老师发现之前 就停更了 但我一直以为 我自己的暗恋是不会有结果的 毕竟喜欢周子墨的女生太多了 几乎每天都有人跟他告白 其中好多女生比我漂亮 比我聪明 虽然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小胖妞 可也绝对不是多大的美女 我一直以为 我的暗恋会无疾而终 等到周子墨毕业后慢慢望去 就好像我小时候喜欢过小兔哥哥 可后来我和小兔哥哥 各自回到城市 没了联系 也变成了一段回忆 没想到周子墨居然就是我的小兔哥哥 更没想到周子墨喜欢我 我整个人幸福来得太突然 一下子有些愣神 周子墨又轻轻地揉了一下 我的头发开口道 傻姑娘 我再给你告白 你没有回应吗 我的回应 我整个人愣了一下 我脸红的轻声道 我的回应就是太好了 你竟然喜欢女孩子 而不是和我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喜欢男孩子 我又轻声补了一句 更好的是你喜欢的是我 全轮完